黎巴嫩再次发生电子设备爆炸事故 这次是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 在首都贝鲁特和南部城市赛达被引爆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450人受伤 真主党谴责这种侵略行为 必定会有报应 暗示他们会向敌人做出换机 星期二历经船呼机爆炸事件的 黎巴嫩贝鲁特还来不及回过神来 隔天就传出第二波爆炸声响 首都各地冒出浓烟 特别是在南部郊区 黎巴嫩南部城市赛达同样遭殃 街上兵荒马乱 消防车救护车和民防部队到场紧急救援 一家手机电爆炸后烟雾弥漫 这一轮集体爆炸的是真主党所使用的对讲机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指出 这起事故夺走至少20条人命 超过450人受伤 根据路透社 许多人主要是腹部和手部受伤 当晚黎巴嫩军队也在位于 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医学中心外 引爆对讲机 路透社引述安全部门消息 真主党在五个月前购买这批对讲机 差不多是在购买传呼机的时候 截至目前 传呼机爆炸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2人 包括两名孩童 同时近3000人受伤 而最新一轮的爆炸中 至少有一起发生在真主党成员和一名儿童的葬礼附近 他们是传呼机爆炸事故的遇难者 真主党星期三在贝鲁特为四人举行葬礼 并公开扬言 真主党势必对接连发生的电子设备爆炸事件 做出回应 在对讲机爆炸事故发生后 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路透社记者 见到真主党的成员疯狂地取出对讲机的电池 然后把电池零件扔进附近的金属桶内 真主党已经一口咬定是以色列所为 誓言向敌人报复 但是以色列军方至今 拒绝对爆炸事件发表评论 感谢观看